是不是在真正關鍵的時刻 你都會挺身而出 幫執政黨救火解圍 所以才會這樣子步步高升 就在要提名檢查總長的時候 發生台電停電 結果你也居然跳出來說 要留意反社會分子 動物是被人家外面丟進去的 這個都跟你的司法專業 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講這樣子的話 都讓覺得說 就是在向高層邀功交心表態 一個基層的台電員工 他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匪諜 發生這個事情 他已經非常壓力龐大了 然後他還要被准放火罪起訴 這是有溫度嗎 這是什麼溫度 這是只有感受到 民進黨高層的溫度 沒有感受到基層老百姓的溫度嗎 我想您大概是史上 最高度爭議的總長人選了 那麼在這個爭議聲中要上任 包括聯合報 中國時報 中華日報 瘋傳媒 很多的主流媒體 都曾經透過社論評論 在評論您爭議性的言行 那麼甚至於在您被提名的時候 馬上就有很多的評論 包括說是不是有所謂的形態招路徑 這包括您破紀錄的三級跳 在六年的民進黨執政時間之內 連跳三級 而且還是首位高檢署的檢察長 直升總長 包括今天很多委員所關心的 高度爭議的台東地檢署的這個案子 也被評論為說 因為有形態招路徑的示範 所以很多人有樣學樣 想要藉此向執政當局來邀功表功 那麼檢察長 您是檢協票選的第一名 坦白講 對您的專業認真投入 其實包括我在內 是沒有任何質疑的 但是大家擔心的是您的高度政治性 那這中間不管是重啟三中案 還有私煙案到最近對台電停電的爭議性的言論 怎麼樣您認為 在這樣子的一片爭議聲中 批評聲中 如何讓大家對司法有信心 對檢調的溫度 感覺到底不會是見到綠的才有溫度 見到藍的就是冷冰冰 怎麼樣 讓大家有信心說 您不是只顧高層關愛的眼神 而不顧其他或者是政治不正確的人 就沒有人權 就這一點請教一下總長 您馬上要上任總長了 在這樣的氛圍裡頭 你如何建立大家對司改的信心 已經很多人 因為你的人事案 直接宣布司改死亡了 感到很遺憾 這個有些同仁 有些國人的誤會 如果說要說擔任職務的話 三級跳這些說法的話 事實上我12年前 我就擔任高雄地點署檢察長 那是個當時還是院瑕士 當時也是在國民黨執政期間 長官的拔鎖了 所以如果說要升遷的話 其實我沒有必要走這些 這個輿論 有些某些輿論報導裡面 所指摘的一些做法 我12年前其實我只要 就已經 這個長官 就有工作就肯定 您剛剛也講到 你不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才表現優秀 以前你一直以來表現 我剛剛有講過 我對你的能力專業 我是沒有疑問的 現在我們擔心的是說 你空有專業沒有用啊 如果是看顏色看高層 譬如說第一個 會發生您一連串爭議的始作俑者 其實就是對馬英九的追殺 大家對您重啟三中案 覺得這是完全的政治追殺 甚至於很多人都說 因為你曾經表現優異 可是卻被馬英九調到金門去 所以你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心懷怨恨 因此公報私仇 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感謝委員 這個 對你趕快回答 因為我時間有限 這個首先第一個 我在金門服務專案實驗室 我這一生最愉快的時光 剛才跟陳醫生陳委員報告 那我先三中案 我做個說明 三中案 我這 今天我們 這個這麼多承辦的檢察官 現在已經有人離開我們司法界了 我還是 相信他們辦這個案子 是基於他們的確信 我講 但是問題是 我說的是你重啟 你重啟 之前人家起訴都已經癥結了 可是你卻在2017年的時候 事隔這麼長的時間之後 你現在要重啟 那在過程當中幾乎是殺紅了眼 很多高度真意性的言論 我沒有時間在這邊一直唸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很恨馬英九 當時把你調到金門去 結果此事 我要說明一下 這個當時只要是有錄音帶 這個錄音帶 我現在講名字好了 是汪先生 他錄了一年多以上的錄音帶 這錄音案怎麼看都不應該是由北檢來接這個案子 那最後起訴了以後 讓全民嘩然的是說 一個這麼罪證確鑿這麼明確的 而且高度的影響到我們國際形象的一個案子 由總統府直接在這邊走私焉 結果最後只是處罰小小的基層 所有的這些大官們將軍們通通都沒事 真的讓大家的這種相對的剝奪感 不正義感非常的嚴重 結果呢 在您的手中起訴這個私焉案之後 你不到三個月就高升了 這個真的是讓大家覺得 這整體的這樣子的一個政治上面 是不是政治正確 所以才會有形態遭路徑的出現啊 謝謝委員 我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 北檢陶檢都有管轄權 那桃園地檢署也表示 那桃園地檢署 他們有表示說 希望由我們臺北檢陶檢署來承擔 我知道 當時就是他們覺得是燙手山芋 坦白講 你是勇於認識啦 但是問題是說 這個起訴之後的 這個結果 這是我們大家覺得看不下去 是在這裡 所以你是不是在真正關鍵的時刻 你都會挺身而出 幫執政黨救火 解圍 所以才會這樣子步步高升啊 謝謝委員 那甚至於現在 為什麼人家講形態遭路徑 就是說 就在要提名檢查總長的時候 發生臺電停電 結果你也居然跳出來說 要留意反社會分子 動物是被人家外面丟進去的 這個都跟你的司法專業 一點關係都沒有 然後講這樣子的話 都讓覺得說 就是在向高層邀功 交心表態 那在社會這樣子的一個普遍的氛圍裡頭 你怎麼上任 你怎麼確保說 你真的能中立獨立 你怎麼能夠確保說 如果未來民進黨 或者有任何政治高層 給你壓力的時候 你頂得住呢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關心的 我不是要跟你算過去的賬啦 是說你今天在上任中間 難得一個這麼長期 為國家服務這麼專業的檢察官 可是大家對你的印象 只留下這些高度政治爭議性 甚至於有形態到路徑 這五個字出來 說實在這真的很難聽 那總長你總是要表達一個態度 表達一個什麼樣的積極的做法 讓大家知道說你不會繼續的 或者是甚至有人說 說你就是東廠了 我們絕對操然公正來執法 但是我說明一下 這媒體的報導 跟事實有很大的落差 跟事實不符 為什麼 這個很這個 我從來 我這個新聞稿也寫了好幾次 我剛才也跟報告 我們承辦檢察官 在我們開會的時候 那個 你現在是講哪個案 就是那個台電那個星達那個案子 我從來沒有就這個 對外發表過任何的言論 所以這些話都不是你講的 他這個案子 他是把一些假設性的問題 那時候在 你看這個案子 他沒有時間沒有場合 他們報告沒有時間沒有場合 沒有地點 沒有我講話任何的資料 他們是把我在很多地方講的話的一些 但是問題是你有沒有講 重點是你有沒有講過呢 有沒有講過這些話嘛 你都沒有講過人家編的 不是這個案子 不是跟星達 跟星達案毫無關係 他們是問到一些 跟這些動物 現在問那麼多動物 議場停電 問我們怎麼不調查 我們說我們檢察官當然會調查 為什麼當然會調查 為什麼 這個有可能 錄音帶 隨便一個記者問你說 為什麼不調查 你就當然會調查 他不是說為什麼我們不調查 我們說我們當然會調查 為什麼 我們要去看看有沒有 不一定啊 為什麼不調查 你可以告訴他不需要調查的理由啊 不是人家問你為什麼不調查 你就一定要調查 我們說我們檢察官可以去看看監視器 監視器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就很好 那國人可以適宜啊 如果說我們檢察官 因為在台電的報告裡面通通都沒有啊 在台電的檢討報告裡面 通通都沒有這些問題啊 委員是講哪一件 台電啊 你在講台電 你在講台電嗎 對啊 他們政府各地 有一些動物啊 他們說為什麼我們都不去調查 難道我們不覺得檢察官覺得奇怪 我們說我們檢察官 如果說有奇怪的話 不是你們檢察官不是應該 依證據辦案嗎 就算調查局也要有情資啊 對啊 所以要調查一些錄影帶 那你沒有情資沒有證據 沒有任何的根據 就這樣子就要辦喔 要辦誰呢 委員如果你覺得調一下錄影帶 這個變電器的錄影帶 委員你覺得這個問題嗎 你可以去看 這個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為什麼不排除動物 是被人丟的呢 當然這有可能啊 這錄影帶就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啊 但是你身為一個檢察長 講這樣子的一個話 就製造了一個社會氛圍 說好像這個時候有什麼樣 有人 有陰謀分子啦 還是有恐怖分子 還是有破壞國安的分子 我從來沒有講 國安也沒有 然後讓這些台電的基層員工 人心惶惶 你知道嗎 那被起訴被調查的 還說他是准放火罪 現在是要有溫度 你要知道一個基層的台電員工 他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匪諜 發生這個事情 他已經非常壓力龐大了 然後他還要被准放火罪起訴耶 你想想看 你看對一個小老百姓 他們整個全家仇雲產物 晚上睡不著 他們沒整天在哭 走到要死 快要嚇死了 這是有溫度嗎 這是什麼溫度 這是只有感受到民進黨高層的溫度 沒有感受到基層老百姓的溫度嗎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配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漆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漆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